大家好,我們是可不可以 我們的專題電影主要是針對環島的相關領域去做發想與延伸 那我們的設計動機是因為我們發現 位於平東東港的大同安國家風景區域內 有一座小島,它的名字叫做可可島 它是經由當地的居民以及店家他們協議將退卸可可 尤其是某一處 那時間久了,今年的一座小島 那我們也因為可可搞的原因 讓我們了解到廢棄可可的問題性 那我們希望能夠藉由我們實施的專題 讓大家了解到可可的益處 並且能夠做運用及使用 那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我們的可不可以 我們的視覺視聯系統 我們的命名是透過協議的方式 以可不可以能不能行的方式做命名 那下面是我們的色調 有海洋藍、黃金黃以及可可灰 海洋藍是我們想要藉由大海的顏色 讓大家了解到牡蠣的生長環境 那黃金黃則是用去用非物片網間的概念 然後去出現出可利用的價值性 那這個可可灰呢就是自面上可可的灰色 再來是製作流程 製造呢,我們是利用風宅鋪塑形出牡蠣的形狀 再使用AP泡國膠去進行翻盒 那我們造機添加可可粉 達到去角質的功效 然後最後賽制完成 再來是包裝的方式 包裝我們是利用瓦刃紙板 然後去一點一點堆一點 然後利用 利用臉色雕刻機去雕刻 雕刻繩活力的殼型 那上面的透明膜呢 我們是利用PET膜 利用環保的PET膜去完成 然後再做受計 然後整個就是 由內到外都是一個在利用的方式 這邊可以跟大家就補充一個小知識 就是在牡蠣品種呢 在台灣有18到14種的說法 主要有 主要分為三大類 我 黃國通好 澳洲食好 魚 泰銘好 那葡萄牡蠣會特別提算說呢 是因為它其實是台灣 它其實生長的地在台灣 那會命名葡萄牡蠣呢 是因為在16世紀的時候 普大人來台灣殖民 那因此命名的 在我們的整體分圍呢 是想要營養出海產店的感覺 下面的吊飾牌呢 我們是利用鐵射雕刻機去吊飾而成 那上面的字呢 就是相對應到的 抽邊商品以及主商品 那首先第一個可以製造呢 就是我們的肥皂 那消理石也就是我們的 潑香池就是這一個 再來是我們的可以貼貼嗎 就是我們的 我們受益書的貼紙 總共要11個 那再來是 凡事戴上我們 就是我們的蠻布蓋 那芬草皮眼貼就是 口罩的香噴貼 那不可以沒禮貌 就是我們的禮盒 我們的主商品 以上就是我們的專題內容 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跟我們分享 記得謝謝大家 去證 א嗎 謝謝大家 我們 keptp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